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半个多月以来 外媒关注点聚焦在反贪腐 认为中共掀起的反贪腐风暴给人两点强烈印象 一是历生反腐 深得民心 二是感动真格 寄望持久 还有港媒盘点了习近平以往的反腐观念 列举了他在从政生涯中曾多次针对贪污腐败动过真格 据港媒叙述 1988年 习近平在担任厦门市副市长的岗位上 被调往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 当时的宁德党政干部盖斯楼成锋 习近平到任后 仅仅在1989年1月到9月间就查处441人 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18人 科局级77人 还涉及到2000多名官员 在宁德政坛的铁腕致力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 文章强调 习近平的强硬反腐和过去几十年的身体力行 给民众树立了信心 也看到了希望 更有助于增强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一国做到干部亲政 政府亲联 政治亲民 不仅对投资内地的港商有更好的保障 而且对两制的感召力凝聚力会更强 香港的民众其实心里都期待 国内真正能够更开明 开放 政治更加清廉 这样的话 因为大家都在一国的一种 都是一个国家 大家都是中国人 这个牵涉到作为中国人的那样一种信心 那样一种在国外的自豪感等等 我认为国内的政治越开放 越亲民 越连接 我们香港的民众对一国就更有信心 对这个